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常不傻叉的同志 值得你们重用 我能够郑重的告诫你们的是 我手里有大量的哈尔滨市政法系统 尤其是公安系统的内幕材料 如果通通都公布出来 肯定是够你们喝一壶的 你们得有思想准备 尤其是最近你们那里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 你们向中央隐瞒不报 这些你们心里都有数 我不公开报你们的料 就是给你们留面子了 你们就好自为之吧 我在前两期的节目中 讲到了中央军委副主席张有霞 访问俄罗斯 迟迟不归 当时我听到的传言是张有霞身体不好 留在俄罗斯治疗 现在爆料消息已经传出来了 张有霞已经从莫斯科返回北京了 因为习近平防美已经回国了 张有霞才从莫斯科回到北京 根据爆料消息 原来是习近平担心在自己防美期间 张有霞留在北京搞事情 而又无人能够控制张有霞 索性习近平就把张有霞派到俄罗斯出访 让普京扣留张有霞 等习近平出访回来 再放张有霞回国 普京当然愿意配合 技术上也是小菜一碟 让张有霞身体出现的小问题 留下治疗再简单不过 所以才有张有霞原定三天的访问行程 他却待了十来天 习近平与普京两个独裁者 配合默契耍了张有霞一道 张有霞似乎又失去了一次机会 然而这种机会对于张有霞来说层出不穷 事实上无难事 只怕有心人 这次不成 还有下次 勇士后门入地宫 这种大戏 我们一定能够看得见 让我们拭目以待 大家可能看到了一则新闻 李强国务院总理李强已经出任中央金融委员会的主任 似乎是李强可以管全国的金融工作了 但实际上不是这样 因为还有一个金融委 叫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 李强当主任的这个是中央金融委员会 还有一个执行机构 叫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 就中央金融工委 这个金融工委是何立峰的主任 中共副总理何立峰 接连被任命为中央金融委员会的办公室主任 和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的书记 这两大职务 加强了掌控金融的权利 分析认为 习近平重用何立峰这样的政治官僚 替他掌管钱袋子 而主管经济的中共总理李强 则被逐渐架空 根据中共官媒的报道 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 3号召开会议 何立峰首次以中央金融委员会 办公室主任 中央金融工委书记的身份 出席会议并讲话 不久前何立峰还接替刘鹤 担任中共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的主任 如今何立峰又连任两职 全力进一步加强 显示他受到习近平的重用 替习近平掌管钱袋子 现在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 其他相关单位 都归新上任的何立峰来管辖 也就是要抓好钱袋子 现在不管是国内财政还是外汇储备 都很吃紧 何立峰的责任是越来越重 算是在经济金融财政方面 整个财经团队方面重新整顿 习近平更要为以后的经济议题负责 何立峰新任职的中央金融委员会和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 这两个单位是今年三月根据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新成立的 是党务机构以加强党中央对金融业的控制 金融是个非常复杂的系统 需要大量的专业人士来管理 但中共是党要领导一切 外行领导内行 用政治化的东西来管 中共当局建立中央金融委员会之后 又成立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 就是金融工委 这个工委其实就是党兼军的角色 整个中国金融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烂摊子 习近平现在下了大决心要对金融体制进行重构 但最大的问题是朝中无人 何立峰没有金融工作经验和资历 目前中国经济形势恶化 新的班子也表现不出专业能力 导致金融失控的风险越来越高 越调控越监管 反而风险越来越大 随着何立峰掌控金融的权力越来越大 凸显负责经济的中共总理李强已经被加控 其实习近平近日突访央行 外汇管理局亲自抓金融 已经显示出李强靠边站了 10月30号到31号 中共当局召开五年一届的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 中共七常委全都出席 会议强调必须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金融统委领导 要将所有的金融活动纳入监管 中央金融委员会是党的系统 不是政府系统这就是剥夺李强最后的实权 金融的财产支配钱都不能给李强 而且该委员会有习近平的亲信 中办主任蔡奇掌管 这表明习近平更信任蔡奇不信任李强 可见李强失事的传言绝不是空穴来风 另外前段时间爆出李强家族的重磅丑闻 指李强妻子女儿敛财800亿元 从银行贷款投资蚂蚁金服上市等等 非常详细 在二十大之后爆出这么详细的消息 只能说来自习派内幕 由此可以看出习近平正在下架李强 扁平化李强 日本产经新闻的分析指出 习近平要学毛泽东的方式的话 那一定会让下面的人斗起来 他这样才能掌握主动权 中共二十大后 习家军掌控大权 各种迹象显示 习家军内部出现争宠夺势的局面 近期李强和蔡奇不合的传闻四起 产经新闻指出 习近平把太子党团派排除掉以后 他现在有四个班底支撑 就是从福建带上来的敏江新军 从浙江带上来的治江新军 陕西的新西北军 及过去的军工产业老总带来的一批人 蔡奇李强从浙江开始就争宠 已经斗了很长时间 这四支队伍之间的矛盾 现在浙江帮和福建帮斗得非常厉害 浙江派内部也斗得很厉害 所以现在这种权力斗争一定会兴起 过去谈论中国的政治 就说是江派 胡派和习派 这些前领导人在斗 现在习派之间的斗争 可以说是中国的权力斗争 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局面 他们都是拼命争宠 在拼命的争效忠一个人的斗争 中共官方最近又公布了一些经济数据 尽管这些数据都是经过运策篡改的 但是这些数据还是反映出当下经济滑坡 民生凋敝 英国金融时报发表摩根斯坦利的前执行长 现任洛克费勒国际主席夏马先生的文章 他直言不讳的说 中国经济在习近平的主政下正加速倒车 夏马先生表示 中国经济崛起正在发生历史性的逆转 世界经济预计将在2022年和2023年成长8兆美元 达到105兆美元 美国将占45% 其他新兴国家占50% 中国没有任何贡献 夏马先生的文章指出 中国在毛泽东领导下的20世纪60年代和1970年代 陷入停滞之后 1980年代采取开放政策 并在随后几十年起飞 中国在全球经济所占比重 从1990年不到2%上升到2021年的18.4% 增长近十倍 从来没有哪个国家崛起的如此之快 不过中国经济开始加速倒车了 文章指出2022年中国占世界经济的比重略微下降 今年这一数字将大幅下降至17% 相当于两年跌了1.4% 创下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最大跌幅 这些数字还是以明目美元计算 为根据通胀进行调整 文章说 中国的目标是重回16世纪至19世纪初的帝国地位 当时其在世界经济产出中所占的比重达到高峰约三分之一 如今这一目标恐怕遥不可及 夏马先生的文章认为 中国的衰落可能会重塑世界秩序 自1990年代以来 中国在全球GDP所占比重的增长 主要是以欧洲和日本为代价 这两个国家的比重 在过去两年中或多或少保持稳定 中国留下的缺口 主要是由美国和其他新兴国家填补 从这个角度观察 世界经济预计在2022年和2023年成长8兆美元 达到105兆美元 中国不会有任何贡献 美国将占45% 其他新兴国家将占50% 新兴国家的一半收益将来自其中5个国家 印度、印尼、墨西哥、巴西和波兰 这是未来可能发生权力转移的明显迹象 文章直言 中国工人数量的减少 以及工人人均产出成长乏力 这两个因素结合 将使中国极难重新赢得全球经济比重 而且中国是少数几个遭受通缩的经济体之一 又面临房地产泡沫化 令人民币承压 乌漏偏峰连夜雨 外资正以创纪录的速度将资金撤离中国 进一步加大人民币贬值的压力 文章总结说 过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坚称没有任何事物能够阻止中国崛起 但是他上周在旧金山与美国总统拜登和美国企业的CEO会面 承认中国仍然需要外国商业伙伴 只是无论习近平做什么 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都必然下滑 后中国时代已经正式来临了 中国的经济正在加速倒车 中国的崛起也正在逆转 最感同身受的是国内的广大网民 我们能够切身的感受到 中国正处于巨变的前夜 中国正处在巨变的前夜 从近日看到的几个视频 就可以感受到这个苗头 一个视频是白纸革命一周年之际 一个年轻人在红绿灯处来回走 一边走一边大叫 我们不要怕他们 我拿一束花犯了什么法 他又提到乌鲁木齐和贵州的大巴事故 在周围一大帮警察之间来回走 如入无人之境 四面大量路人围观 很多人鼓掌喝彩 男人被抓上警车 还挣扎着站起来大叫大嚷 周围市民冲上去与警察纠缠 另一个视频是一个女人 面对着一大帮公安武警和市民大声喝止 共产党就是汉奸集团 我们就是有权监督你们 民间议论国事是百姓思想觉醒的表现 善恶是非标准 本在民间 人们敢于指点江山 中共的社会基础就开始瓦解了 这种情况在几年前是不可想象的 习近平上台时 经济形势好 实施对外扩张 对内倒退的政策 大搞个人崇拜 悬崖斗争哲学 治理世界 国进民退 大权毒懒至手可热 自自孽不可活 祸根深重的同时 三年封控 害死无数百姓 之后又无预警的放开 全国不设防 再害死无数百姓 凡此种种 导致社会上都是咒骂习近平的声音 习近平的倒行逆施 是全方位的 政治经济 外交文化 每行一个劣政 都有恶劣后果 都被百姓看在眼里 恨在心里 中共暴力严控 民间只有福匪 不敢宣之于口 但中国人并非不知好歹 只是多数人不吃眼前亏 当民怨不断积累 终有一日到达临界点 那时集体的义愤 压倒恐惧心理 舆论风向一转 强弱之势便会就此意味 习近平年年叫嚣斗争 他的敌人不但在西方民主国家 也在国内的反对派 异议人士 他得罪的人越多 他的敌人越盛世浩大 为维护自己的地位 广建网馆 文馆 农馆 城市网格化 高科技监督 以至最近鼓吹什么风桥经验 无所不用其极的高科技暴力维稳 更激化官民矛盾 为社会冲突 频发 准备条件 师道寡助 民心相悖 这都是实行科政的必然结果 政府做一点坏事 人民的恶感不易察觉 长期无休止的作恶 人民的恶感会积累成仇恨 少数人和平示威 政权容易对付 但民间情绪有高度传染性 当人民的仇恨向病毒迅速传播 集体抗争成为潮流 以9000万党员对抗13亿人民 以数百万武装对抗全国31个省市的民间反抗 那是强弱对比之势便会翻转 民间反抗有各种不同的形式 政府谎言被人耻笑 政府的政策被取消抵制 私企关门 拒绝投资 年轻人躺平 实行四步 万圣节对世道冷嘲热讽 路见不平与城管对峙 李克强去世 借悼念发泄不满 聚众讨薪 上访求公道 以致明火指账 唯有公安 政府的政策 违逆民心 损害多数人的力 生活水平下滑 有冤无住宿 人民从不服到抱怨 从抱怨到诅咒 从诅咒到冻粗 地火运行 步步生机 便是世道巨变的前兆 出版再多习近平的著作也没有用 党媒勃老命吹捧也没有用 内政外交上的倒行逆施 为中国人带来实质的灾难后果 所有的不公与库政都将习近平打落深潭 个人崇拜贪台 伟大领袖被继位小学生猪头 习近平失去光环 成为剑靶 更严重的是 面对国内外困境 习近平显出一筹莫展的笨拙 那时就轮到他为自己操心了 最近又看到两个视频 一个是某地小区的住户 炒掉公派的广委会实行自治 结果每户人家分到68万的收益红包 证明基层政治的腐败 小区可以自治 乡村也可以自治 一传十十传百 人民在基层夺权的风潮便会蔓延 另一个视频是某地警民冲突 数十民警被几百市民围攻 民警被迫退回车上 村民仍不断攻击警车 被困警察气急败坏 向上司呼救 早前有消息称某地基层派出所 因缺乏经费实行合并 意味着一个派出所被迫要打理两个乡镇的治安 人民的反抗烈火燎原 公安武警却在苏边 那是什么趋势 就不言自明了 凡事总有一个过程 量变促成质变 基层瓦解先行 沿后横向蔓延 然后向上扩散 以农村包围城市 这个趋势正在形成 往后一两年 社会恶情事件进入多发期 中国人不害怕 就轮到中共害怕了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 大家记住 民心就是真相 民意就是力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